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揪着那人薄领子的时候跟他说了什么 没什么就是简简单单地问候了一下他的兄弟 就那么简单 问候兄弟姐妹的那个兄弟 怎么 真怕了 我怕什么 看着还挺爽的都没看够 面对那样猖狂的事 就是要好好教训 这话一出 开着车的沈玉 眼底闪过一抹异色 似乎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 我饿了 想吃什么 前面路边有件麻辣烫 十分钟后 在街头一麻辣烫店门口 哎哟 我这个小妮子 你这个是咋弄的 阿婆 我不要紧 就是腿摔了一下 很快就能好了 对了 我要一份微辣的麻辣烫 别 阿婆 她现在不能吃辣了 不能听她了 好 好 这个小伙子长得真净 那果子也高 开刀还提一提 不错 这对象 早得不错 对象 顾言纯般动了动 刚要解释 却先被某人笑着打断 嘿嘿嘿 谢谢阿婆 阿公眼光也不错啊 看您的面相就知道 您年轻的时候 肯定也是个大美人 哎哟 小伙子最那么贴索 你等到阿婆 这就给你们 拢好此为伤了 嘿嘿嘿 哦 那别忘了 多给我放点辣椒 我要辣的 哎 阿婆开心地映下后 就赶紧去准备了 沈渝一收回视线 就看见顾言双手还胸 坐在椅子上 视线直勾勾地看着她 啊 怎么 怎么不解释 解释什么 哼 解释一下 我不是你男朋友 而是你老公 我劝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不要在这里不正经 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这也就算了 竟然知道她不能吃辣的 她还专门点了一份辣的麻辣汤 什么意思 我怎么就不正经了 我一直都很认真的好吧 哦 难道是你不想对我负责啊 负责个屁 以后不要再说了 我有男朋友 你这样会对我们的感情 带来误会 好 你有男朋友啊 我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和你什么关系 这种事还需要跟你报呗 麻辣汤送上来吗 阿婆向盈盈的到 快吃嘛 曾维次 小时候啊 爷爷就常来吃 阿婆啊 我女朋友以前 有没有带过别的男人来这里啊 她跟我说带过好几个 是不是在宽我啊 哎哟嘞 你可不要信她的话哦 爷爷是个好闺女 你是她第一个 带来吃我东西的小伙子 这话一出 顾颜眼角隐隐抽了抽 越看她越觉得 这人怎么就那么腹黑 奸诈呢 哦 看来这男朋友的待遇 还不如我呀 我男朋友出国都薄了 而且我怎么会带她来这种地方吃 我跟她一起都是去米其林餐厅 也就跟无关紧要的人在一起 才会来这种地方吃 这话一出 沈渝脸色到底是变了 气得她麻辣烫都吃不下去了 快吃 别浪费我的时间 我还急着回去 这东西也不怎么好吃 老子吃不下 哼 没有公主命 但我还有公主病 沈渝不说话了 无形中 又像是一把刀刺了过来 他差点要被气得吐出陈年老血 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 他这是故意在刺激她 故意让她干不下去 那能问问你男朋友 有没有公主命吗 他叫什么 在国外哪个学校学的什么专业 伦敦大学 学金融的 他现在一边读博 一边已经进入了 华尔街的银行 在当副行长 很有钱 你一年赚的收入 都比不上他一天 所以忘牛点子之之名 把你那乱七八糟的想法收一收 他这番话说得像真的一样 看不出任何端倪 然而事实上 关乎这个人的经历 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嗯 除了这人是个女生以外 他和林子 都是他大学时期的好朋友 好家伙 有点意思啊 金融权 那范围不是更小的吗 我倒是要看看 他那位被他吹捧上天的男朋友 是个什么样的祸死 抓紧吃别浪费时间 他拿着个筷子 视线不是盯着裂开 纹路的木质桌面 就是看着地砖缝隙里爬过的小蚂蚁 干什么 你怎么吃得那么慢 怎么 别告诉我 一个月零两千块工资的小助理 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个东西 这怎么可能 我也常吃 很喜欢吃 说着 他就拿起筷子吃了几口 不过这多吃了两口后 他表情突然多了些许细微的变化 他似乎突然间明白 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多人吃了 这东西的味道 着实是有些令人上瘾 顾炎这才收回视线 继续吃 顾炎看着这麻辣烫小店 陷入了沉思 他刚才询问了路员罪犯的消息 说还没有找到人 他没有回老家 应该还躲在这个城市里 怎么 想你远在伦敦的男朋友了 别打仗 我在想罪犯藏你在哪 起料 这话一出 却见沈玉突然盯着他身后 冲着他身后的方向抬了抬下河 快别想了 有情况了 顾炎一愣 下一秒立刻转过头 顾炎回头的那一刹那 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骗我 那你岂不是很讨厌那些罪犯 天天狂骗你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可是我没有骗你 还说没有 没有的话那怎么后面什么都 别跑 给我站住 这人是嫌疑犯 刚刚那声大吼 分明是鹿猿的声音 顾炎看着那黑影冲着他们这边的方向跑来 他拳头都紧紧握住了 快别吃了 是他们抓的歹徒 哎呀 急什么 顾炎一听 差点昏过去 人马上要冲过来了 他竟然还无动于衷 然说时迟那时快 转瞬之间那道黑影已经冲了过来 就在经过靠坐在路边小桌子旁的二人时 摸的 一条长腿伸了出来 顾炎看了看地上摔得一动不能动的人 又看了一眼对面的某男子 眼角隐隐地抽了下 好家伙 这一下 估计地上男人的膝盖都要卡吐鲁皮了 牙齿都要摔飞了 看见了吗 我都说了 有我在 你不用急 看我做什么 还不快去抓人 得利 爬上去没两下 就将挣扎着 亮枪着要逃跑的犯罪嫌疑人给制服了 而身后 那些便衣追了上来 立刻将他给扣在地上 戴上手铐 抓错人了 你们抓错人了 我是被冤枉的 被冤枉的 被冤枉的 怎么 哪里出问题了吗 你觉得 他是不是凶手 怎么 你觉得 他不是真正的凶手 警方要抓他 他去林医逃跑 这就说明他有问题 不论如何 这个人都要带回去 好好审讯一番 他在这里很冤枉也没用 陆元善后完毕 这会儿也冲着他们俩人走了过来 不过 不知是不是错局了 明明成功抓到了贤一番 陆元的脸色却不是很好 喂 我说你可看清楚了啊 这次我可是又帮了大忙了 这个男人看起来又要教训我了 惹不起 真心惹不起 不会 这次他没有理由说你 他不是那种人 你怎么回事啊 他现在腿受伤了 需要加强营养 你就带他来吃这个东西 这两个人竟然在外面一起吃晚餐 上次他要跟顾炎吃晚餐 都被婉拒了 老板 你刚才说他不是哪种人 顾炎忍不住转开脸 那个 顾炎 其实是我想吃 是让他带我来的 其实这东西 应该也没那么不健康 偶尔吃一次也不是不行 老板 我们这帮兄弟晚上都还没吃饭 麻烦你们给做个八九份吧 需要打包带走 阿婆他们一听这话 顿时热情地张罗了起来 之前的警车都开走了 路员看沈玉他们要离开 直接叫住了他们 一点都不客气地 让他们送自己一程 副驾驶的车门打开后 他看着沈玉 俯身要将轮椅上的他抱起来 慢着 我看你力气不够 还是让我来吧 哼 你还是拎好你的麻辣烫吧 撒在我车里的话 我可是会管你要洗车费的 说吧 面对路员锐利的视线 他直接无视 小心地打横抱起股炎 将他送入了车里 路员脸色铁青 所以 他到底是来当一千瓦电灯泡的 还是来这里受气的 十五分钟后 沈玉将他护送到家门口 并且像往常一样 帮他检查了一下房子的安全性 一切都好 看来这个家里有个男人就是不一样 阳气都变重了 乱说什么 你又不在我这儿住 怎么 那你的意思是希望我在这里住 你少做梦 我是有男朋友的人 出于你的言辞 哦 这样你不觉得 好像更刺激了吗 刺激你妹 顾炎说着就将沙发上一个抱枕丢了过去 每次要走的时候 他都要跟他调侃上几句 没个正行 好在 顾炎从来不会当真 一日 新闻里还在播报着孕妇案的进展 家属和民众都在期待着尽快找到凶手 什么 短期是真的吗 真的是孕妇给他发了消息 上了晚上过去找他 是的 已经从通信公司那里得到了证实 晚上八点四十分的时候 死者的手机的确向这个快递员 杨小天发送了那条消息 而那条消息的内容是 晚上我老公不在家 你来我这里吧 给你一个惊喜 现在所有的物证事件冬季 都统统指向了他 这混蛋竟然还死压了嘴硬 怎么都不承认 说是别人陷害他 真是可笑 你说他不承认罪行 阿里说那么多证据摆在面前 他不该还狡辩 把审讯的惊恐视频拷贝给我一份 陆元没有异议 立刻将拷贝后的视频发给了他 顾炎来到桌子边 打开了审讯视频 不是我杀的 真的不是我杀的人 我去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我是被冤枉的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如果不是你干的 我们还能冤枉你不成 你们现在不就是在冤枉我吗 我曾经有案底 你们不抓我抓谁 我一去就知道 自己是个替死鬼 我不跑 还等着被你们抓吗 这个杨小天看起来像真的是被冤枉的样子 不过证据确凿 你信他说的话吗 你为什么要杀他 我没有杀他 为什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我没有杀他 这一幕被顾炎来回放了三遍 他知道 这是陆元故意搞袭击去询问他 在经过一系列其他简单的询问后 当再问到关键问题时 如果嫌疑人想要撒谎 很难掩饰 他可能真的没杀人 什么 你看 在陆元那么出其不意的追问下 他否认的同事还进行了摇逃 语言和动作是一致进行的 别看这个简单 但很多人是经常一边嘴上否认 脑袋去下意识地点头 这种就是百分百的撒谎行为 这种方法一定准确吗 心理学上的这些东西 都只能作为参考 如果对方是个精通犯罪心理学的聪明人 他这些都会注意 除此之外 想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撒谎 还有其他的办法 多来一些方法认证 才能具备准确性 那需要怎么做才行 带我去审讯室 看来他还是要亲口问他一些问题 三十分钟后 顾言出现在了审讯室门口 而审讯室内只能他一个人进去 只是在他进去前 他突然冲着沈玉招了招手 沈玉走了过来 却见顾言示意他再凑近点 怎么了 有什么小情话要偷偷跟我说 顾言却直接给了他一记白眼 让他侧过脸 下一秒 他冷淡清雅的声音 在他耳畔响起 他不知跟他说了什么后 他微微点头 随后转身离开 走廊里的路员看到了这一幕 眸子暗了些 在沈玉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他视线嫌疑过去 等一下 刚才顾言跟你说了什么 这 这个 说出来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 好的 他说舍不得我 让我在外面等他 这话一出 陆远转身就要拿起放在走廊角落里的扫帚 而沈玉却早已身影不见 只于得逞的轻笑在走廊里回荡 气得陆远直咬牙 顾言这一点 他已经推门进入了审讯室内 陆远见状 也只好先推门进入 袁小天 既然你说自己不是凶手 那就要好好配合我们的询问 就怕我怎么说 你该找不到凶手 还是找不到凶手 到时候上面放话下来 你们压力大 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 就草草结案 愿问我这个 打住 请停止你无中生有的恶意揣测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但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我们希望你能认识到这件案子的重要性 当所有证据都指认你的时候 你要清楚 只有我们没有放弃你 是我们想找到证据洗清你的嫌疑 所以你想早点离开这里 就好好配合我们 还是这位女专家会说话 我要跟她沟通 很想打人 怎么办 别废话了 我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在家里 跟谁的关系最好 我跟我外婆关系最好 不过 她早就去世了 那你和你外婆之间 哪一件事 给你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小时候 我跟外婆外公一起住 那会儿上小学 学校比较远 有天下了大暴雨 你把路上都是雨水 外婆穿着夏地里干活的雨靴 披着雨衣背着我 踩着泥坑送我去上学 她回来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还摔出我腰间盘突出 那老太婆子 真是的 累了一辈子了 到死都没想上什么福 她轻斥一声 不知是真的在嘲笑她 还是在讽刺自己 你之前因为盗窃 被抓了两回 我想问你 这两年是不是 还有偷弃行为 但是没被抓到过 啊 这个 这个肯定没有啊 这玩意儿我早就不干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真的心盆洗手了 顾颜巍巍汗手 真个屁 人在撒谎的时候 会重复一遍自己的话 并且会坚定地看着对方 想让别人相信他 这小子权重 行 现在你仔细说一下 那天晚上八点半以后 你的动向 首先 我认识那个孕妇 之前给她送过几次快递 那天晚上 我刚才他们小学其他家 送完一个快递出来 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具体是几点 我当时没太注意 大概是 八九点之间 他当时给我发的短信内容 你们也知道是什么了 不过 在我看到的时候 说实话 说不激动 兴奋是假的 你们别骂我 我知道我思想龌龊 可毕竟那女的长得不错 主动送上门的 我当然就不要白不要了 可 事实证明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去的时候没带伞 身上都给淋湿了 我急急忙忙赶过去后 来到她的房子门口 果然看到她没有关门 只是虚眼的一个缝隙 我心想 好家伙 这不就是等着我进去呢吗 我进去后 客厅里没有开灯 只有里面的房间 才有一些光亮 我那会儿实在是太兴奋了 什么都没有多想 二话不说 就奔着那个房间去了 我真的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 所以我当时 立刻开始脱外套 准备扑上去 可是我脱一半 发现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突然觉得 有点不太对劲 错过去想要叫醒她 但过去一看 却发现她脸色不对劲 再往下一看 就发现她脖子 有一群被掐的痕迹 你们要知道 我好歹也是干过坏事的人啊 也是有危机意识的 当时我脑子里 跟炸开了似的 嗡嗡嗡的 吓得我都摔倒了 你说她脸色不太对劲 你还记得她脸色 是什么样子吗 新色 不对 看起来好像 还有点发紫 我没文化 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色 就差不多那两个颜色 反正很吓人 顾言文言 和陆源相识一眼 有些事情 彼此心底都很清楚了 如果是刚掐死 是不会立刻呈现出 那个颜色的 后面 顾言又追问她 为什么要换一身衣服 避人耳目 我有前科 本来就代替远房亲戚 跟安跑快递的活 维持身级 如果被抓了 那我这吃饭的家伙就没了 可以影响了亲戚 一番审讯结束后 顾言准备离开了 那现在怎么样 能不能放我出去了 能不能 还要陆队说了算 两人出门后 顾言转着轮椅来到了外面 感受着晨午炽热的温度 你怎么看 这小子由你决定 我今天要不要把他给放了 他回忆和他外婆的经历是 视线先向上 再看向左向 这是大多数人 回忆时的姿态 他撒谎的时候 眼神又往右偏 试图想构思一个理由谋骗我 所以他的确有过 多次偷盗经历 但是并未被抓到过 不过这些都是根据 大数据来的 也有例外 所以我才会继续 让他叙述当天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撒了黄 去描述过往的场景时 黄已经预心准备 编造的故事会很流利 很熟练 故事会很完美 但是会缺乏细节上的描述 或者缺乏对情绪上的描述 所以在一看杨小天在描述时 说话的时候 都是不成句的大白话 情绪上更是丰富 反映过来自己被冤枉成凶手的时候 还激动的一拍大腿 这一切都很明显 性侵并且杀害孕妇的人 果然另有其人 唉 看来都都转转 白费功夫了 一切都回到起点了 那可未必 什么 我遗漏了什么重要线索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张照片 那是你们过去拍照的时候 给他的双手拍摄的照片 手怎么了 不过就在这时 一辆帕萨特突然进入眼帘 一个刹车停在了门口 一抹修长笔挺的身影 从车上下来了 都调查清楚了 说吧 我呢去了法医那里 他跟我说孕妇的指甲里 的确是没有任何残留物 包括他丈夫的组织同样没有 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他丈夫下午五点就离开了 去赶着坐飞机出差 他没有杀害他老婆 自然也不会残留他的皮肤组织 可是我觉得 正是因为他老婆的指甲里 没有任何人的组织 尤其是连他丈夫的皮肤组织都没有 这才是一定 因为正常来说 作为自己身边亲密的人 即便是不发生打斗等一些激烈接触 正常相处下 总也会留下一点痕迹